今天這一集是有小老弟看了我之前的影片 那個什麼手Aplow去燙傷的 就是在討論switchEasy的Odyssey奧德賽的保護框 然後也有小老弟妹他有買然後再問我說 拆裝要怎麼比較好拆裝 那這一集我就來教各位說這個拆裝的部分 那我會推薦這個奧德賽的原因是他的型看起來比較圓潤 而且他是航太鋁合金的這個真的是金屬的這個部分 所以會跟你如果是你有金屬的錶帶或他的這個不鏽鋼的感覺 會讓你看起來亮亮的很像不鏽鋼的這種質感 所以我會推薦這個他的整體的圓潤 然後可以搭配這個小好的5G果凍貼是完美的搭配 所以非常漂亮 然後小好的保護貼我就不要講太多了就是非常好 而且耐用性怎麼樣都是非常的棒 好那要怎麼拆裝就說我這個是不鏽鋼的錶帶 所以會比較麻煩 就是不鏽鋼的錶帶要同時的拆出跟裝 所以就示範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然後他這個就是後面有這個按鈕 你就按住它就可以推開了 後面這個按住 你把這個錶帶的可以按住的地方往後按 其實他這個非常的 其實Apple Watch的設計很好拆裝 就是說你要按好然後你就要同時 那因為一體式的比較麻煩就是要同時的推出 同時的推出 在裝的時候也是 所以這個就拆掉錶帶以後 你就是去看你這個集繩劑的這些要去清潔 然後他其實他這一邊呢 會有一個這個卡榫有一個凹槽 然後你從這個卡榫呢 你就把它扣著 把它往外勾扣 我現在在鏡頭後面 所以就會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但其實他是很好拆裝的 這樣子一摳他就掉出來了 所以他的框就分開 我們現在是先講拆的部分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裡面會有一個這個塑膠套 塑膠的緩衝的防震材質的塑膠套 那你也是就是從這個按鈕的另外一邊 你就把它拆開 他就是就可以拆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他卸除的 就是拆除的方法 那我建議說 如果你現在又要安裝的時候 我建議你把這個 Apple Watch 你要全部的 要再去清潔一下 因為這種 其實這種包覆性的 其實他有一個危險 如果你有沙子 或一些髒污在裡面 他會把你這個都刮滑掉 所以你偶爾就是要拆起來清潔 跟把它弄乾淨 稍微清潔了一下 像這個 我建議這個塑膠套裡面 也是要清潔 也是要把它清潔 最好不要讓它有卡屑屑 那你如果要把它清洗一下 也是可以 那我現在就快一點在做 所以我就不做清洗 然後在安裝的部分的話 就是你的這個錶罐 要從側面這樣同時 上下要同時裝進去 你不要從上方跟下方這樣裝 會卡住 我做一次錯的 錯的就是說 我現在裝就右上角進去 然後我下面就沒裝進去 所以我現在往下壓的時候 你這邊就會卡住 你會卡在這邊 你在這邊用會不好用 所以這個是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同時這個側面 兩邊要同時一起推進去 所以你在裝的時候 就是 你裝下去的時候 你要確定就是 你上面跟下面都要進去了以後 然後你才讓這個 這個按鍵的地方跑出來 錶罐的地方 上下都進去以後 錶罐都有進去的時候 再往旁邊一推 它就全部就進去了 這個才是正確的安裝的方法 然後你再調整一下這個 這個保護套的外框 看有沒有壓到這個錶罐 然後這個孔位有沒有對齊 所以我再快速做一次 就是說 你在安裝的時候 你一定要同時 同時上面跟 右上角跟 右下角要同時進去以後 再推出去 那它就會同時就會進去 所以它在裝的時候 就會很服貼 然後會很好裝 然後你再去對一下這個 錶的這個 錶罐有沒有對準 孔洞有沒有對準 這樣子 那好了以後 這樣好了以後 你再把這個錶罐的地方 朝這邊卡進去 它這邊是有卡榫的 你就把它卡進去 卡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呢 你就是往下壓 就會聽到卡的一聲 就是安裝的聲音 對 那我現在這樣子有卡緊 然後你就去確認 旁邊有沒有服貼 對 好像這樣子就是都很服貼 就很不錯 然後你再測試 這個錶罐的功能 是不是正常 錶罐的功能 就按下去 可不可以正常的按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去貼住 這邊去看說 它能不能去旋轉 可以去做這個旋轉的動作 看能不能做旋轉動作 然後按鈕的部分 按鈕的部分 可不可以正常的去按 可不可以正常的去按 這是可以的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安裝完成 然後你就是在 要安裝的時候 就是再從這個孔洞再裝進去 安裝的部分 就是不鏽鋼的錶帶 就是它要同時的這樣子安裝進來 所以你就是 一頭先微微的用進去一半 然後另外一邊 再這樣進來 那如果你是分開的錶帶 就很輕鬆了 然後就用力的往下 就會聽到卡一聲 就是卡卡住了 這邊卡卡住了 所以這雙方 你去檢查一下這種 雙方兩邊的錶帶 會不會移動 那不會移動這就成功了 所以這個 奧德塞這個錶殼就裝好了 那它這個就是因為它是 我覺得它滿整體的啦 如果你是有這種不鏽鋼的錶帶 我覺得它是一個 金屬的鋁合金的這個 材質很不錯 那另外其實它還有很多顏色 所以我是會推薦這個錶殼 然後如果你的安裝有問題 就是看這個影片 就可以輕鬆安裝 好吧 那今天自己就到這邊了 希望會對你會有幫助